早田希娜在士兵赛击败王毅迪拿到了继军,要知道,这可是在真正大赛击败国拼主力选手。 早田希娜展现出了非常强的硬实力,她在拿不下赛点的情况下,表示自己化身王毅迪的国拼队友与之交手,每一次都扛了下来,并且最终迎来了胜利。 早田希娜一直在进步当中,球迷不能老是拿老眼光去看问题。 这个对手并不是说技术上超过了国拼选手,而是在真正的大赛当中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。 早田希娜通过士兵赛一战展现出了大赛型选手气质,同时也检验出了王毅迪在大赛关键时刻的短板。 虽然主教练马林夸奖了王毅迪,但是连续获得赛点的王毅迪,就是关键时刻拿不下比赛,已经暴露出了很大问题。 球迷确实不看好王毅迪在大型赛事出战,虽然赛后王毅迪显得比较轻松,没有显露出丝毫的沮丧。 但是巴黎奥运会如果让王毅迪出战,估计会引起很多球迷的舆论争议。 有些比赛确实不能输,一旦输掉了,就会产生无法挽回的比赛结果。 虽然这次世拼赛,球迷关注的焦点都在被提前淘汰的王毅迪这一边,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王毅迪的舆论压力。 可是赛后,主教练马林的一番总结,又让球迷将注意力转移到王毅迪和马林这对师徒身上来了。 所以,马林不应该轻易评价一名选手,王毅迪毕竟是在大赛输球了,而且是输掉了最不该输的一场比赛。 早田希娜表示得到这块铜牌,终于让她的努力得到了展现。 很明显,击败王毅迪让对手增强了自信,不过随后进行的半决赛,早田希娜又输得心服口服。 早田希娜表示没有比这更兴奋的铜牌了,也没有比这更遗憾的铜牌了。 无法击败孙颖莎整场比赛被碾压,是早田希娜最难以释怀的地方,在比赛当中打得很绝望。 早田希娜认为她跟王毅迪的那场比赛完全可以载入史册,在决胜局早田希娜8比10落后,王毅迪手握两个赛点没有拿下比赛。 最终被早田希娜连续挽救赛点,早田希娜不明白自己接错了球,为何对方也会接错球。 在这种双方的拉力赛当中,早田希娜顽强笑到了最后。 但是孙颖莎给了早田希娜真正致命一击,双方的半决赛击垮了早田希娜所有的自信。 不管此后,早田希娜如何去自我证明,她都非常清楚跟孙颖莎之间的差距绝不仅仅只是应实力上的差距。 面对孙颖莎能拿下一局比赛已经是她的上限,以早田希娜为参照物来对比孙颖莎和王毅迪的实力,就能得出正确结论。 去年的布达佩斯挑战赛以及冠军赛王毅迪双杀孙颖莎,那两场比赛被球迷奉为经典。 双方使用同样的底板,王毅迪的反手却玩爆孙颖莎。 但是随后王毅迪就被王曼玉的反手给限制住了,时至今日,很多球迷还对那两场比赛耿耿于怀。 不少球迷认为那是孙颖莎迁让王毅迪,要论打球的灵性,肯定是孙颖莎更占优势。 但是为了让当时的王毅迪国际积分尽快上升,孙颖莎做出了自我牺牲。 当然这种牺牲并不值得,就像之前孙颖莎对战陈梦的比赛一样。 就算是陈梦击败了孙颖莎,也无法获得球迷的充分认可。 王毅迪在今年世拼赛的表现,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 孙颖莎面对王毅迪和陈梦的比赛这几年都显得败多胜少, 很重要的原因是三人都属于深大俱乐部的队友。 孙颖莎目前整体实力占优,当然想提携一下陈梦和王毅迪。 可是这种提携是有限度的,一旦超过了限度就会引起球迷的质疑。 就像4月份陈梦4比0横扫孙颖莎一样, 绝大多数的球迷都不相信这个赛果,也不承认这个赛果。 想检验孙颖莎和队友之间真实的实力差距,只能以外邪选手为参照物。 早田希娜分别将陈梦跟王毅迪拖进决胜局, 可是早田希娜面对孙颖莎没有做到, 双方这两年的交手早田希娜都是被碾压的一方。 尽管两个人也属于从小打到大的选手, 但随着时间的退移孙颖莎的进步速度更快。 孙颖莎再进步,这是不可阻挡的, 怎么每次面对老将陈梦的比赛就变得提不起精神来呢? 即使在世拼赛的决赛击败了陈梦, 可是孙颖莎整场比赛没有任何兴奋度可言, 一直保持为隐忍的克制。 所以想看孙颖莎真实水平的体现, 还是要看孙颖莎面对外协选手的比赛。 早田希娜面对王亦迪跟陈梦的比赛都从来没有这么失望过, 可是唯独面对孙颖莎就像一座迈不过去的大山一样。 孙颖莎的优点是外战实力强, 缺点也是实力太强, 面对队友不得不给一些空间让队友生存。 但有时候在谦让的尺度上是存在过度表现了, 所以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。 女单半决赛孙颖莎轻松面对早田希娜, 女单决赛孙颖莎对战陈梦也显示出了轻松的一面。 陈梦相持球都打不透孙颖莎, 想打前三板进攻效果又一般。 虽然孙颖莎大比分领先, 但还是想让陈梦多胜两局, 这就有些没必要了。 并不是说看球的球迷都看不懂比赛, 孙颖莎低估了球迷的看球水平, 谦让得越多, 反而让陈梦受到更多质疑。 下面三位资深球迷评论引发全网热议。 第一位粉丝说, 如果王曼玉始终跟肖战指导在一起, 我敢肯定, 冠军头衔跟孙颖莎基本没啥关系, 这么多年他没拿过一个大赛冠军, 总是打进局赛。 然后第二,相对的来说, 他还真得感谢马林之流, 没有他们处心积虑地打压王曼玉, 冠军他还真不好拿。 所以说,从某种角度上讲, 马林之流是他的贵人。 这两年,王曼玉不但没教练, 还受心灵身体双重打压, 而孙颖莎有一个像父亲一样的教练, 关心他,爱护他,帮他练球, 而曼玉两年停止不前, 还得承受双重打击。 哎,没关系, 这是曼玉黎明前的黑暗。 但是第二位粉丝却说, 孙颖莎王曼玉国家重点打造, 多年的女双王牌被韩国打个三比零, 这简直就是耻辱。 孙颖莎为了保证自己女单决赛, 有更好体力, 故意不尽力输掉女双比赛。 还好国拼临时组和陈梦王一迪关键时刻挺身而出, 获得冠军为中国队包揽五金立下汗马功劳。 孙颖莎为了个人荣誉, 不顾国家利益的人应该让其回省队反省。 第三位还是比较公正的, 评论因客观, 早田最大缺点稳定性欠缺, 新乡占压着陈梦打, 占了上风, 就是不稳定到手的鸭子飞了, 澳门占反而被碾压。 不是陈梦多强大, 是早田不在状态, 德班对阵王一迪, 状态, 真不错, 整个过程不落下风, 最后取胜情理之中。 对阵孙颖莎, 状态忽好忽不稳定, 比分反应也比较客观, 并不是作者说的差距那么直大。 西塔苏妮赢过早田, 就说明早田不如西塔苏妮。